大家好,欢迎来到TriLeaf 我是林永富,新加坡博纳市产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在买卖房产的过程,我们最主要要注意的就是说 买屋子的用途是什么,是用来居住还是作为一个投资 我们要知道买卖房子最主要是一个资产投资 是一个长远的投资,不应该抱着一个投机的心态 但今天新加坡房市场的走势,我们也看得到 其实供应量相当充足 那需求来讲呢,当然在长远的这个期间 我相信需求还是会很强劲 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买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主要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买永久的还是要买99年的 或者是我们要买的时候,我们的预算,我们的贷款,价位在什么地方 那这些事项,如果我们可以注意到做好充足的准备的话呢 其实买卖房产是最好的一种投资项目 我们在谈这个trileaf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最主要一点就是 trileaf它其实是一个永久地气的房产 那在新加坡,我们已经看得到就是多数的那些新的项目都是99年 trileaf其实就是唯一一个现有是永久地气的一个项目 那原因在于就是发展上是从旧的项目买过这个土地 从新发展,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永久地气的那个项目 要不然的话,如果你是去购买一些,就是土地出售呢 多数都是99年地气的 ok,接下来我们要就是提到的就是trileaf它其实坐落在后港区 啊,跟这个石龙岗区,还有就是丹宾尼区的那个交接口 ok,我们也是知道说这个地段呢,它是靠近那个Covend的地铁站 还有算是一个半成熟的那个主屋区,甚至就是一个住宅区 所以我们看得到它其实周遭的那个发展呢,已经相当的成熟 所以我们如果说以地点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点 它不但是靠近地铁站,靠近购物商场,还有就是靠近巴沙等等的一些设施 所以那些购买的当额,其实就是这几点就已经足够 可以让这个房产有一个很好的投资的那种回报 ok,如果我们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呢,在投资方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未来这个地点它有什么样一些发展空间 我们知道就是说,总理也是有提到这个巴尼巴的这个机场 也会逐渐的搬迁,然后之后巴尼巴也是会重新塑造成另外一个住宅区 那在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Defoo那一段工业区也是会有接下来一些发展 所以这些项目呢,将会带动这一个地段以后的一个发展空间 而且就是说,我们从投资角度来讲呢,最主要就是说,只要有这样的一些发展空间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将来它的潜能,它的回报,要出租那方面呢,也是会比较容易一些 在这个tri-leaf,它另外一个卖点就是所谓的双钥匙概念 也就是说,一间屋子有两个路口,也有两套锁匙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买家他们希望跟,就是说家风家婆一起同住 可以鼓励多代同堂 或者是你在投资的角度呢,你不但可以买来住 也是同时可以让另外一间出租出去 好让你就是说,在同住的当时,你可以也是有租金的回报 这样的概念,其实已经是相当普遍 可是,在这个tri-leaf,它很多的这个单位都是以双钥匙概念来建造 所以在投资角度,或者是居住角度呢,都有它的一些好处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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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你倒下 好 很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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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